hello大家好,我是翼王 这一次我们要来研究一下 现在的主流电脑配件实际使用起来功耗到底有多高 装电脑时到底应该配多大的电源 在江湖上一直流传着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电脑功率计算公式 最经典的算法应该就是CPU的TDP加上显卡的TDP 再加上几十到一百瓦的其他设备的功耗 再加上一些冗余 在早几年这个算法还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随着红绿蓝三家在功耗方面不断取得傲人的进步成果 情况已经是有了巨大的变化 比如CPU这边,最新的14900K在官网上已经不标TDP了 标了一个基础功耗和一个最大锐频功耗 要跑满最高频率功耗就要上到最大 而如果主板支持解开功耗墙 想要达到最好的性能表现 实际功耗还要再高不少 而显卡的峰值功耗问题也是比较的严重 实际运行时的顺时最高功耗远高于标称的平均功耗 N卡A卡都是这样,过去已经是热议了几年了 总之一些老的功率计算公式 现在看起来是有一些过时了 正好我最近终于收到了从5月份就开始决定的 PowerNetX V2电脑功耗测量套装 它可以确认到电源的每一条输出线路的详细用电情况 通过它我甚至可以搞清楚一把RGB风扇 它的风扇和RGB部分分别要用多少电 所以我就想着干脆来研究一下现在主流电脑平台的平均功耗情况 帮大家看一下现在装电脑 到底到底到底要买多大的电源才比较合适 而且这次不光是测量CPU和显卡的功耗 连内存、硬盘、风扇等的真实用电情况也会来尝试研究一下 这个视频应该能解决不少你对电脑功耗问题的疑问 先来介绍一下这次的测试对象 我们找来了覆盖低中高三个档位和红绿蓝三家的 比较热门和有代表性的版U显卡 因为时间和彩力的限制 没能覆盖市面上的所有的型号 不过这些缺少的产品的详细情况 在其他的一些评测里面也可以比较轻松的找到 首先是CPU,英特尔这边选择了i3-12100F i5-13600K i9-14900K这三款 分别代表了入门、中端和高端三个档位 最近这两代I7处理器的功耗情况 在我们14代酷睿首发评测视频里面就已经有比较详细的分析了 大家在计算整机功率的时候只需要简单的替换一下就行 AMD这边则是选了R5-7500F和R9-7950X3D这两款处理器 只选这两个,一方面是AMD这两年好像完全忘记了R3这条产品线 另外一方面就是AMD的处理器目前整体功耗确实是比较低 对电源挑选的影响没有这么大 主板这一块英特尔阵营选择了Z790和B760 AMD这边则是X6701和B650 没有准备更低的主板,一方面是为了节省测试时间 另外一方面是在整台电脑之中 主板的功耗相对是比较小的 只要能够满足60、50级别主板的需要 入门的10、20主板肯定是能用的 过来是显卡 黄色阵营选择了1660S、4060以及4090 现在一千来块钱能够买到的全新入门N卡 应该也就16系列了 然后是目前2000多价位比较多人选择的4060 接下来直接跳到了4090 中间4070到4080的功耗情况 我们之前其实也做过评测了 AMD这边则是选择了比较热门的6750GRE和7900XTX 这次都是用了华硕的非公版显卡 实际的功耗应该会比公版奔发一些 根据平常的装机习惯 我们将前面的这些硬件组成了5个配置 AMD的直接组成了3A平台 然后IU就配N卡了 5个配置中除了板U显卡外的硬件都是一样的 内存都是用了芝奇的幻风GDDR57-224GX2套条 因为D5现在的价格也降下来了 新装机应该还是会考虑D5的多一些 实际测试中会根据平台将内存超到比较合适的频率 水冷都是用的前不久刚做过评测的VKV360 SSD都选择了工作室一直在用的 PCIe 4.0固态SM850ETB 而电源则用了全焊的Hydro Q Pro 1000 它是金牌转换率 然后是ATX3.0的带12V HIGHPOW接口 外面这次测试不同的显卡 1000瓦额定功率应该也够对付这次的几个平台了 另外我们还准备了一些RGB风扇 MVM固态引盘和机械引盘 准备对它们的功耗进行一下单独的测量 接下来介绍一下这次测试功耗时会用到的仪器设备 实际上是这个跨过了山河大海 在路上卡了几个月才终于收到的Powernetics V2 它是由希腊的Cybernetics团队设计乔威代工的 是的绕了半个地球泡了一下海水又回来了 中间还因为我忘记指定快递 转运舱不收导致在香港卡了好几个月 Cybernetics就是那个搞出了ATPLUS平T的功率认证的团队 现在很多中高端电源上面都能看到它家的认证标签 它们家的静音认证也是非常有名的 它们在电源这块是非常有实力的 我在搭建自己的自动化电源测试平台的时候 也向它们的站长ARIS咨询了不少问题 得到了非常多的帮助 Powernetics这款电脑功率测量设备 在使用的时候需要先将电源的输出接口接到它上面 再从它上面通过转接线来给电脑供电 它上面的传感器就可以测量电源各个线路上面的电压电流以及功率 换个说法就是相当于把电源的输出线材全部砍断 然后在中间接上了一堆传感器 另外Powernetics还带了PCIe升高转接卡 可以测量PCIe槽上面的具体功耗 所以显卡的功耗可以单独的测出来 虽然使用其他仪器也可以测量单条线路的功耗情况 而且可以做到更加的精确 但是Powernetics一次可以同时监控全部线路的情况 还是要方便很多的 当然Powernetics VR也有它自己的缺点 比如它的采样率最高只有1000次每秒左右 对显卡那种功率波动非常大非常快的设备来说有一点不够用 以及它的官方软件到我做视频为止也没有LOG功能 不能真诚折线图看功率变化 所以我们还把之前那套用试播器测显卡功率的方案也加了进来 试播器上面连接了一个电流探头 用来测量显卡12V线路的电流 然后显卡的外接供电输入接口上面 加了一个转接PCB 上面可以连接电压探头 电流乘电压就可以得出显卡的实时功率了 另外我们还加了一台优利德的功率计来测量输入功耗 不过因为我们的试电输入它是交流电 功率计上面的数值是统计了一段时间的功率数据之后 算出来的均方跟有效值 听不懂的话可以简单来解成 近似于计算了一下平均值 所以显卡的峰值功耗那种波动速度非常快的东西 在插座这边的功率计上面是看不出来的 然后实际测试的时候我们设施了几个场景 包括待机、2077游戏、双烤以及经典的按住空格来单烤甜甜圈 场景数量乘上平台的数量 再乘上线路的数量之后 数据量还是有点多的 想来想去我决定还是分开一个个平台来分析一下测试结果 想直接看最终公式的话也可以拖一拖进入条跳到总结的部分 对了这一次的评测真的是花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功夫 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给一个免费的点赞支持一下 大家的支持对我们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先从入门级的i3加1600S显卡的平台开始看起 第一个使用场景是待机 也就是开了电脑之后傻也不干在桌面发呆的状态 因为电脑后台软件不是完全可控的 待机场景下的功耗也不是特别的准 不过也能了解到一些情况 i3加16600S这样的组合确实是比较省电 待机时插座功耗只有50W出头 16600S待机功耗是10W多一点 CPU算下来是10来瓦 剩下的主板内存硬盘少得不到20W 接下来是CPU跑IDA64 FPU加显卡跑甜甜圈的双烤场景 这个时候插座整机输入功耗大概是230W 其中占大头的CPU是670W 显卡平均功耗在120W左右 显卡的这些功耗之中有一小半是从PCIe炒走的 达到了48W 还可以看到显卡虽然要使用3.3V供电 但是耗电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后面的中高端显卡也是类似的情况 显卡功耗只开按12V线路就可以了 这里补充说明一下表格上面写的外接供电 指的是插在显卡上面的6PIN 8PIN或者12V HIGHPOW供电接口 它们也是12V电压线路 除开给PCIe桥供电的部分之外 主板24PIN上面的12V线路就只有几瓦功耗了 在上一次做14代酷睿手发功率研究视频时也确认到了 除了强调超频性能的旗舰主板 普通的主板24PIN基本上不会给CPU供电 这里12V线路剩下的几瓦应该是散热器的风扇水泵啥的 主板的CPU双8PIN供电输入接口的功耗是70W左右 而iDARU4读出来的CPU封装功耗只有大约61W CPU供电低的时候主板供电的损耗是比较小的 转换率也超过了85% 等一下能看到高功耗的CPU损耗会大不少 对比待机场景 3.3V线路的功耗没有什么变化 毕竟M2硬盘也没有什么读写操作 5V线路功耗也只高了一点点 应该是因为CPU工作时带动内存一起跑起来了 为了模拟入门平台 这里内存跑的是默认频率 所以即使CPU满载 5V线路增加的功耗也不多 另外初算下来可以发现主板的功耗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可以认为主板在电脑运行时是比较稳定的 不管待机还是满载都差不多 后面的其他平台也是类似的情况 在这个考机场景中 CPU和显卡的功率都比较稳定 ParanetX V2记录到的峰值功耗都只比平均功耗高了一点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波动大一点的场景 可能很多人,包括我,都没有想到 其实1660Super是可以玩赛博朋克2077的 开1080pD特效 在V加楼下平均帧可以达到72帧 1%低帧也有60,还是流畅的 这时候在ParanetX V2上记录到的CPU平均功耗是有所下降的 而显卡的平均功耗和双烤时差不多 还是只有120W左右 峰值功耗则比烤甜甜圈时又高了一点 去到了140W 然后5V线路的功耗也上升了一点 估计是游戏时内存使用率会更高 这时候我们再看试播器抓取的显卡功耗曲线 就能看到实际的情况其实是波涛汹涌的 能捕捉到的最高功率大概是200W出头 当然这个尖峰的持续时间比较短 只有零点几毫秒 而且在游戏时出现的也不算多 持续时间更长更普遍的高位功耗大概是150W左右 能持续出现好几个毫秒 那么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对显卡来说最极限的应用场景 让显卡单独运行Fullmark测试 也就是单考甜甜圈 但是要按着空格 让甜甜圈一下子开跑一下子暂停 这样忽高忽低的工作状态就可以激发显卡最极限的峰值功耗 在这个场景下 虽然PowerNetX记录到的平均显卡功耗还是120W左右 但是能看到峰值功耗已经上到差不多220W了 其中PCIe槽的功耗略微超过了规范的最大功耗75W 显卡8PIN供电插头上面则有140W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试播器怎么说 那边捕捉到的峰值功耗已经去到了230W 而且显卡200W以上的持续时间是去到了25毫秒的 当然毕竟这一套还是入门级别的主机 就算算上了显卡峰值功耗 只要硬盘杀的不多 显卡供电好一点的350W电源就能带得动 好那么我们切换到下一个平台 也就是i5-13600K加4060显卡的配置 首先在待机场景下 我们可以看到CPU和显卡的功率有一定的上升 还算是比较省电的 整机输入功耗也没有到60W 同时主板的5V线路功耗上升了 这是因为这次内存打开了XMP 上到了7200MHz的频率 而3.3V的功耗倒是和上一个配置的差不多 毕竟主板和SSD等都没有更换 接下来是CPU加显卡双烤的场景 这里我们按照普通人的使用习惯 在主板里面开启了华硕的多核增强功能 它会解开CPU的功耗墙 让性能尽量跑满 不过我们也没有超频 毕竟这个和CPU的体质相关 并不是每颗CPU都一样 在这样的场景下 CPU的输入功耗是去到了200多W的 这个时候软件读取的空中功耗是不到190W CPU功耗上去之后 同一块主板供电的转换率下降到了80%左右 这时还能看到主板24P上面12V线路的功耗会比较的高 除开显卡PCIe槽的功耗还多出了10W 后来我们对了一下发现 之前测i3的时候 散热器太强了 CPU温度只有40度 风扇保持在了最低转速 而测13600K烤机的时候 CPU封装温度去到了77度 主板自动将水冷风扇的转速拉到了接近2000转 所以功耗也上升了 而显卡这边双烤时的平均功率和16600S其实是差不多的 在分配上PCIe槽的功率率少一些 供电超头上的多一些 同时PCIe槽上面的3.3V线路功耗有所上升 去到了一点几W 但是对比12V线路的情况还是可以忽略不计 另外我们还特别测试了13600K装载在790上面的情况 同样解开功耗墙的情况下 13600K的软件读取封装功耗是170W 纸笔装在B760上面时低了不到20W 看来i5同样也有CEP问题,但是没有i7i9这么严重 再来看2077游戏时的情况 13600K的功耗有100多W 同时波动也挺大的 不过PowerNetX记录到的峰值功耗没有考FPU时高 而4060显卡功耗的数值 不管是平均还是峰值 都比16600S要低一些 看试播器这边的数据 最大功耗是190多W 也是比16600S低一点 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高位功耗大概是130-140W 显卡单考天天圈按空格的场景 PowerNetX记录到的平均功耗还是只有120W 而峰值功耗则是170多 试播器这边的图像看起来也比16600S要平稳一点 峰值功耗只到200W左右 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高位功耗大概是170-180W 会有30毫秒左右 所以4060虽然性能强了不少 但是功耗其实是比16600S要低的 毕竟也是新的不止一代了 能耗比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 主要还是老黄的刀法和定价的问题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迎来第一个3A平台 7500F加B760加6750GRE的配置 这里CPU简单的开了PPO2 曲线-25 这应该也是普通用户比较常见的设置 在待机使用场景中 7500F的功耗比前面的两颗IU都要高一些 去到了30W左右 而6750GRE的待机功耗倒是比较低 只有7W 另外5V线路的功耗也比较高一些 可能是主板芯片组差异的原因 然后我们来到双烤场景 7500F烤FPU的功耗比13600K是要低的 软显封装功耗135W 输入160W左右 但是在相同散热器的情况下 它的温度比13600K要高 去到了88度 所以散热器的转速也会更高 于是能看到24PIN的12V线路 在减掉PCIe槽功耗之后 剩下的功耗比之前的13600K平台需要更高的 达到了12W 这应该也是V360学了除开RGB以外的部分的最高功耗了 而显卡这边则是接近4060的两倍功耗 高性价比的A卡 高功耗大家应该也习惯了 然后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虽然华硕这张6750GRE是双8PIN的接口 但是两个接口上面走的功率其实是不一样的 下一个场景 SYBO FUNK2077 这也为了让显卡跑到最高功耗 画面设置和前面两个N卡平台是不一样的 开的是1080P超级画质 帧数会低不少 所以CPU功耗不适合直接和前面两个平台做对比 不过即使是专门调了设置 6750GRE在玩游戏时候的功耗 还是比双考时要低 两家的显卡在各个软件中的表现还是有差别的 而看试博器记录到的数据会发现峰值功耗还是非常高的 接近390W了 好在这个持续时间也是比较短 只有零点几毫秒 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高位功耗大概是260W左右 会持续几个毫秒的样子 最后一个场景是极限的按住空格跑天线圈 在这个项目中速度没有试博器快的Paranetix 也统计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峰值功耗 大概380W 这说明这次的峰值功耗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了 通过试博器的记录能看到好几个连续的功力高峰 这几个高峰的顶部都是在380W左右 几个高峰总的持续时间超过了50毫秒 单个波峰也在5毫秒以上 下面那堆低一点的尖尖大概是250W左右 6750GIE的这个功耗情况可以说不管平均还是峰值 都比之前测过的4070都要高了 要上6750GIE真的是要配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电源 OK那么终于来到两个高端平台了 先从i914900K加4090这边开始看起吧 第一个还是待机场景 虽然这也结合了两个超级用电大户 但是在待机状态下还是比较省电的 整个平台的实际功耗还没有到60W 插桌那边也才80W的样子 然后因为高端平台的这两块主板 24频接口里面的12V线路是会参与CPU供电的 CPU的总输入也要把这一部分计算进去 CPU满在场景这里,用的是剪掉了PCIe插槽的功耗 和之前算出来的散热器12W功耗之后 剩下的部分 其他CPU不满在的场景 参考之前的平台散热器功率粗略按4W来计算 再来看双烤场景 因为我们按照正常使用习惯解开了CPU的功耗墙 所以单卡FPU时 CPU的软显功耗是能上到410W的 这个时候整个平台的功耗大概是1000W左右 插桌那边的输入功耗达到了1100W 刚刚好卡在了电源的最大功率上 另外这次内存开了XMP 达到了双通道7200MHz 所以烤机时5V线路的功率增加也比之前的几个平台要高 过来是2077游戏场景 为了让显卡达到最高功耗 这也是开了4K超级画质加开启路径光追 但是不开DRSS 这个时候帧数会只有20多 如果帧数更高的话 峰值功耗的持续时间也会变短 这也是相对极限的情况 在实际使用中这个场景也是有可能碰到的 比如你第一次玩一个新游戏 不知道什么画面设置比较好 就随便尝试调整一下 然后直接进游戏 如果电源顶不住可能就黑屏重启了 在这个设置下4090的平均输入功耗是460W左右 但是Paranetix已经能记录到650W的峰值功耗了 而使用速度更快的试破器来进行捕捉的话 可以看到功耗尖锋其实上到了820W 连高位功耗都有700多W 持续时间是超过1毫秒的 这个结果比我们手法评测时是要高的 可能是现在用的仪器更好了 也可能是设置或者是不同的非公版显卡用了不一样的BIOS的原因 另外CPU那边的波动也挺大的 不过Paranetix记录到的峰值功耗也才200W出头 比起双考功耗还是要低非常多 因为时间关系 这次就不用试破器去测CPU的功耗曲线了 接下来是另外一个代表极限的场景 按住空格考天天圈 这次Paranetix也记录到超过700W的峰值功耗了 试破器这边统计到的尖峰功耗倒是比游戏时的低 只有770W 嗯,只有 但是高位功耗持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那一堆大凸起的高位数值大概是700W左右 但是持续时间达到了30多毫秒 对电源来说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再来看看另外一个高端的家用3A平台 7950X3D加X6701加7900XDX的情况 这里受到平台限制 内存只超到了6200MHz 然后这次没有开启PBO 因为直接简单打开PBO1的话 我们这里出现了功耗增加 但是性能反而下降的情况 而在这一颗CPU上面开PBO2要仔细调好 又要非常花功夫 我觉得这样也近似于超频的情况了 这里就用了默认的设置 开PBO之后的功耗可以参考一下其他人的评测 当然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个平台最大的问题不在CPU 而在那张显卡上面 在待机场景中和上一个3A平台的情况类似 CPU功耗比较高 显卡的功耗会比较低 在双考场景中就反过来了 不开PBO的7950X3D 平均和峰值功耗都和7500F比较相近 还是比较省电的 而显卡那边嘛 平均功耗是370W 但是峰值功耗上到了624W 前面几张显卡至少在跑甜甜圈时还是比较稳定的 这个还没有按空格就已经是波涛顺涌了 然后是2077游戏场景 还是4K画质加路径光追 这时的帧数只有9帧左右 路径光追这个东西看起来不适合A卡 这个时候PowerNetX记录到的显卡平均功耗 比考甜甜圈时高一点 峰值功耗又反而低了一些 看试播器记录到的峰值功耗只有650多W 比4090低不少 不过持续时间去到了5毫秒多 而其他地方就还好 比较接近平均功耗 最后又来到极限的按住空格考甜甜圈 PowerNetX这边记录到的峰值功耗是接近640W 只比不按空格时略高了一点 但是看试播器记录到的数据 尖峰其实已经去到了850W 比4090还要高 而且出现了持续时间超过1毫秒的800W左右功耗的情况 另外还有600W左右功耗持续4毫秒时间的 这个波动还是非常厉害的 按住空格跑甜甜圈这个测试场景 和前面的游戏场景测试结果差距会比较大 不过游戏的种类有非常多 以及也有很多人会使用显卡来运行一些计算或者渲染软件 所以说不定真的会有应用的占用及功耗情况和这个类似 所以选一个好点的电源确实也是比较保险的做法 按照这个极限场景的情况来看 A卡好像比N卡更需要ATX3.0的电源 接下来我们再来快速的过一下电脑其他配件的功耗情况 因为篇幅时长的关系 这里就简单的刷一下测试方法和结论 计算过程就不放出来了 首先是主板 按照前面几个平台的测试结果 除CPU供电以外的部分 初略估计大概是10-20W的样子 高端主板以及RGB灯多的板子功耗会大一些 而CPU供电部分的损耗不同的主板也会有差异 简单的按75%的转换率计算感觉会比较稳妥 MVMe固态硬盘这里我们用了三个SM8501TB 加一个达摩的天树心4TB 合计四个PCIe 4.0固态进行的测试 对比了几种组合下待机和跑Crystal Disk Mark10 3.3分的功耗 发现MVMe固态待机功耗基本在1W左右 工作时则是有4-6W 顺带提示SM8501TB的功耗更高 国产颗粒的天树心反而功耗低一点 因为MVMe固态功率不算很大 按照名牌上面标注的去算也是OK的 然后是机械硬盘这里用了两个细节的10TB企业盘 和一个悉数HC530 14TB进行测试 不过因为Paranetix VR没有SATA接口 所以这里是用了三个电流探头连接试播器来测量数据 首先我们确认到3.3伏线路是没有功耗的 而且HC530因为SATA的版本是3.3或者以上 而如果接了3.3伏供电它甚至开不了机 现在的主流机械键盘用到的电压都是12V和5V 然后机械硬盘启动时的功耗确实比较高 我们观察到了连续6-7秒28-35W的启动功耗 而完成开机之后功耗就低多了 持续读写功耗大概是10W左右 和名牌上面标注的接近 因为开机的时候CPU和GPU是不满载的 所以对于普通电脑来说 机械硬盘这个启动功耗其实关系不大 主要是机械盘数量比较多的NAS需要注意一下 散热器的话前面的测试也能看到了 三风扇2200转的一体水 除开RGB部分最大功耗大概是12W 然后我们还专门找来了 传说中即将上市的V360 AMG水冷上面 3000转的S12W Max风扇 实测开到满速3000转的时候 6把风扇12伏线路合计有35W 差不多顶上一颗低端CPU了 也就是每一把接近6W 如果降到常用转速1700转的话 每一把大概就只有1W左右了 然后风扇上面还有RGB灯光 这里是吃的5V电压的 6把风扇加上两条灯带 合计是11W左右 初类估计一把风扇的RGB功耗是1W多 所以不带AMG后J的V360一体水 加上RGB以及屏幕功耗之后 算到18W左右的整体功耗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接下来是内存 我们在Z790 DarkHero主板上面插上了4根海力士小绿条 然后在1.435V下都超到了6800MHz 通过不同组合的待机以及烤机功率对比 确认到单根待机功率非常的低 1W可能都不到 而满载功率单根大概是5W左右 发热量还是挺大的 难怪DDR5超频要加风扇 实际使用中根据内存的频率和电压功率肯定也会有差异 5W算是个平均偏高的数值了 最后我们还顺手测了几个高性能闪存U盘的功耗 三个加起来大概是8W的样子 当然USB设备种类繁多 这个就实在是测不过来了 整理下来这些电脑配件的功耗大概是这样子 对于不同的品牌型号 功率肯定也会有一些差异 这里只是提供一个大概的参考 好那么来到总结时间了 看完这么一大串测试结果之后 现在装电脑 电源到底应该按哪一个公式来选择呢 按照我的个人理解 如果是准备使用ATX3.0的电源 那么这个公式应该是 CPU单卡FPU的功耗 除以75%的保守主板供电转换率 加上显卡的平均功耗 加其他配件的功耗 最后再加上冗余就差不多了 因为ATX3.0的标准 就是针对显卡峰值功耗设计的 特别强调了动态响应和超载的能力 所以不用太纠结峰值的部分 然后其中的其他配件 按一块主板 两个内存 两个MVMe固态 两个机械硬盘 一个水冷散热器 再加一些机箱风扇来算 100W应该是够用的 当然根据你的平台和配置 可以适当增减 然后冗余的话 有个20%我觉得也够用了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CPU和GPU同时满载的应用场景 不算很多 按照满载功耗加冗余来挑电源 日常游戏时候的功耗 可能也只用到电源的60%到70% 也算是按照比较流行的说法 踩在了电源转换率比较高的位置上吧 虽然大多数电源满载和半载的转换率差距还不到5% 而如果你有超频 或者是以后升级更换更高功耗硬件的打算 冗余部分可以考虑留得多一些 毕竟最近的电源市场真的是卷得飞起 好的电源也是可以用很长时间的 真的没有必要为了省耐一点点钱 影响电脑的稳定性 而如果你用的不是ATX 3.0的电源 是老的ATX 2.X版本的 那么情况就要复杂一些了 主要是在显卡的部分 这一次要将峰值功耗问题考虑进去了 按照我之前的测试 其实好一点的ATX 2.X的电源 是能扛住ATX 3.0标准中100微秒两倍的顺时超载测试的 所以持续时间非常非常短的一些尖峰功耗 其实很多时候影响不大 而ATX 3.0的超载测试中 比较困难的其实是1毫秒和10毫秒的测试 以前的过功率保护设置的比较敏感的电源 是比较容易跳保护的 所以我觉得用持续时间超过1毫秒的显卡高位功耗 替换掉前面的公式中的显卡平均功耗会比较稳 比如6750GRE 按照按住空格跑甜甜圈的380瓦高位功耗去计算 是一种安全的做法 当然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CPU和GPU同时满载 而且显卡能够跑到这个极限功耗的情况是非常少的 所以公式里面的冗余可以适当减少 目前网上的显卡评测中 针对这个高位功耗的评测确实是比较少 按照我测过的显卡的情况来看 高位功耗超过平均功耗两倍的非常少 括号希望下一代不会更离谱吧 所以将前面的公式改成 CPU单卡FPU的功耗除以75%的主板供电转换率 加其他配件的功耗 再加上显卡平均功耗乘以2 属于一种仇吻的做法 这里额外多加的那一倍显卡平均功耗 也可以当作是冗余了 不过大家应该也发现了 对于中低端的显卡这个方法算出来的电源功率 其实还好 而对于一些高端大火炉显卡 算出来的数字就有点大了 这里确实是挺纠结的 按照保险的方法去选电源 可能有不小的部分平常使用根本用不上 多花了钱 而如果按照游戏时候的功耗去买电源 万一碰到一些突发高债的情况 可能就黑屏重启了 所以我觉得买4090和7900XX这种功耗波澜壮阔的显卡 还是上ATX3.0的电源会比较省事省心 另外我们正在做一个三张40系Super新卡的横向评测 几张新卡旧卡会一起参战 里面也会对功耗情况做一个生日的测试 想理解更多现在40系N卡的峰值功耗情况的同学 可以关注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好,那么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 新观众顺便点个订阅 就不会是我们的精彩影片了 我是游王,下期见,拜拜